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特别这段期间,你无办法可以到我们公司做题目 不要紧要的,因为整个系统你都可以在家中自己去做 因为我们所有的教材、海图、工具 全部你们都可以带回家中 所以在我们的目的,我们想你们尽快考到这个试 尽快出海玩 大家好,我是逐风者Terry 专业推广游艇的咨询和海洋的文化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考虑一级游艇牌 特别上我们的一级游艇课程也不少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出了一本新的教材 只有一本教材是不行的 其实要考虑一级牌,我们还需要很多工具 所以我今天回来见到我收到一份礼物 那是什麽来的呢? 其实全部我都是在英国订回来的一些海图尺 这一批海图尺 基本上是在你们上一级课程的时候 是需要用的工具 那究竟是什麽来的? 为什麽不像我们平时看到那把尺 如果你们已经考虑一级牌 我估计你们都可能是用一把这样的平衡尺 为什麽?Terry 逐风者这里 说海图不需要用这把平衡尺 竟然那把这样的尺 这把是什麽来的?怎麽用的? 还说在英国订回来? 诶?淘宝不能卖的吗?这些 我试过很多个工具 其实都不是那麽好用的 因为这间公司是在英国 没办法,这牌子是英国 所以我都一定要在英国 才能订到这一只牌子的尺 它的质量是最高的 所以我一定要用它们的设计 那这把尺和我们 你们坊间正在用的这把尺 分别是怎麽呢? 我想你们用过都会知道 这把尺很令到你很猛的 推两东西又会移动了 又要再量度过 紧得太不行,松得太不行 很有技巧 这把不需要的,这把不需要的 之前我只订一把尺 这次我还订了针规 这个针规 你说这个针规 不是在淘宝有得卖的吗? 也有的,说真的 我之前都是用过 是淘宝的订了一批 但结果是完全不行的 结果就用到我很猛 所以这次就订了这把这样的针规 如果你们上我们课程的话 我们已经为你们准备了这些工具了 按照我所知 有些人上完课程 买又没得卖 但要借给你 借给你不是一个问题 借完之后,用完之后 要立即还 考完试之后 要两个小时 要立即交还 很麻烦 又不是值很多钱的东西 对吗? 收到一个课程这么贵 为什么连一尺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想提供最好的服务 如果你们上我们一级的课程 我们将海图 还要是彩色的 是彩色的印制 不是用影印的黑白板 因为为什么用彩色呢? 我教了这个课程这么多年 我实在知道 那里是海 那里是水浅区 那里是山 如果是黑白板的话 是很难去分的 我的成本是高很多的 是吧? 但是我们希望尽我们的能力 使你们最容易考到这个课程 当然了 上这个课程 是需要真的要落手落脚去画海图的 我们这个课程 这些海图 这些工具 这些课本 全部是你可以拿回家 自己慢慢的练习 我实在会知道 考到这个一级的课程 其实都需要花出一些时间 你哪有这么多时间 天天上去 上来我公司做画这些海图? 你有一个选择 你可以回来画 有什么不懂 立刻来问 我们会有专人 是会解答你的问题的 这些海图尺 和平行尺 分别在哪里呢? 好吗? 所以 如果你们用这些平行尺 它的作用就是 如果我想画一个方向 或者航向 譬如这里 我需要用这把平行尺 将刚才那条线 是要走一步 走两步 顶住 顶住 顶住就会动 哎呀死了 又要再画一个 因为这里顶住 顶住我 烦就烦就是这些位置 不是每次都可以的 我一步 慢慢地走过来 是吧? 走去哪里呢? 走去一个位置 叫做 海图上面 一定有一个罗金花 一个罗金花 一个罗金花 这把平行尺 有个不好处就是 如果我将它 平衡过来之后 好,看看道数 原来道数就是 3804度 有个时 你不小心看了这边 不小心看了这边 在这个位置 看着这个黄竹角 向着这个方向 是吧? 所以我们把平衡尺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把平衡尺 来到这边的时候 都应该要看这个方向 看这个方向才对 所以 这个角度 是304度 那我就写回 304度出来 如果你不小心看了这边的时候 那就糟糕了 是吧? 第二件事就是 这个罗金花 这个道数太小了 太小了 你看得很辛苦 一度半度 你根本是断鼓的 好了 公育善其事 必声尼其器 如果你那些工具 都是这么麻烦 这么棘手的话 比较不太方便 这把海图尺 是怎样用的呢? 就是说 如果我要做同一样的工作 我只不过来到这个位置 对着这个黄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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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是画了一条线 那究竟这条线 向着这个方向是怎样呢? 因为这把尺 有一个箭嘴 所以 我看着这个箭嘴 由这个位置 看着黄竹角的角度 然后 然后我将这个 海图上面的 螺竹花 当然不能移动 但是我将它 放在我把尺的上面 令到它能移动 它移动有一个好处 好处就是说 我就可以量度到这个角度了 现在我画完一条线之后 我将这个螺竹花 转回去向北 转回去北 我怎样去向北呢? 其实 我就会利用着 我在利用着 和我这把尺上面的这条线 其实 是不是就会是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向北 所以向着这个方向的话 就是304度了 所以 你会看到 和这个格子比较大一点 对吧? 这个也是 可以对到你304度了 我画完条线 我们尽量不要动把尺 我们尽量不要动把尺 所以 这个就是这把尺的好处 还有另一样东西 譬如说 我想要调教一个角度 我调教一个角度 譬如说 我想要找一下这个黄竹角 是250度 好吗? 我想画一条线 是250度 是要碰着这个黄竹角的 如果用这把尺的话 用这把尺的话 我们需要在这里 先要找到250度 250度 OK 我们对准了这个 这个 罗经方的中间点 和这个的度数 是250度 我们 知道这个角度 是250度 然后 再要将这把尺 一直推回来 在这个黄竹角 推回这个黄竹角 碰到这里 画一条线 其实 这把尺也做到功能 不过 要推一把尺 才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250度 是吧? 但是 我用这把尺的时候 是怎样用的呢? OK 好了 我今次 因为那个罗经花 在那把尺的上面 所以 我先将那把尺 转到它250度 先 OK 好 我首先 将这把尺 这个方向 这个箭嘴 告诉大家 这个方向 是250度 是吧? 这个是250度 好了 这次 我便不可以 动中间的罗经花 便移动了 移动了 移动了 移动了这把尺 移动了 移动了这把尺 移动了 移动了 在这个罗经花上面 有很多的直线 橫线 这样的 我要找到一条 适当的 橫线 是吧? 找适当的橫线 和海图上面的一个 位线 或者用直打直那条 都可以 是吧? 打直的京线 和这个罗经花上面的 一些打直的线 是平衡的 今次 我便用这条的 这条的环线 和海图上面的位线 刚刚重叠了 是吧? 所以我们便知道 这个方向便向北了 这个方向向北的话 这个方向便是250度 所以我便很容易地 把250度画在这里 我从来都没有移动过这把尺 所以我画出来的线 一定会准些 亦是会方便一些 不用推来推,推错了又要回头 所以这把尺 是画海图现在最常用的了 这把已经古代的东西 我们已经不会再用了 你今时今日再用这把东西的话 其实是没有那么方便 但我说 就算你不是上我们的课程 但是又发觉 我刚才所说的 都好像很真实 你又很想有一把这样的尺 行不行? 当然可以 欢迎你们上来我公司 购买便可以了 那你们快点上来 报读我们的课程 考到一级牌 鞋鞋鞋有点大一点 亦都可以学一些 是更加高级的船艺 今天到此为止 OK,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